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店长的田达先生 和店员的余小姐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好 在影座的玉海里 不仅能吃到美味的上铺火锅 还可以感受到一下日本独特的上铺文化 《ちゃんこ》有色々な言われ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ちゃんこ》って元々江戸時代の頃 出来た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 《ちゃんこ》の《ちゃん》はお父さん 《子》は子供》 《ちゃんと囲む食卓》を《ちゃんこ》って言うん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うちのつくね》が豚肉と鶏肉が合わせて 二度挽きしたものを使ってるんで 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 これですか? ちょっと食べてみたいです うん うん 柔らかいけど 挽き肉も合わせて 山芋とか味噌とか 調味料入れて つなぎでこれくらい柔らかもしれない うん 湯汁是用了什麼材料熬出来的? 對 裡面有 蔬菜 猪脚 牛肚 鸡爪 那些 牛頭 放進去熬 汤那个熬的时间就是从中午熬到傍晚的那种 是汤超级好喝的 你喝一下汤的话你会感觉到里面有点甜甜的味道 嗯 真的 嗯 感觉挺清淡但是就特别鲜 我觉得应该会营养特别丰富 这皮肤很好的 火锅 然后想要问一下原来是上铺选手的田岛先生 你都知道上铺选手每天要吃很多的食物 那么大概一天要吃多少食物呢 那老师在年轻时就必须要做体育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很多的食物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一小食 这个锅里面有三百四杯分 一人一回的食物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一大股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一大股 在这边有很多中国的游客到银座来玩 那么对于这些中国的游客或者外国的游客 有什么享受的呢 最后面对日本的游客 就是这样子煮的游客 也有一些日本的游客 是在这些用店 所以我们可以去吃一大股 吃一大股 一互来吃一大股 一互来吃一大股 就是一互来吃一大股 吃一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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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大股